我们继续讲描述耳机的声音 airry 空气 air是空气的意思 airry 透气吗 它不仅仅是透气的意思 它是表示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好像是在一个比较大的音乐厅 比较大的音乐厅里面 声音是透过很多的空气 很自然的传给你 这种通透的舒适的透气的声音 如果我们说它airry的话 我们常常会说它是brightly 它是透气的意思 对吧 它是有点类似的意思 或者说transparent 它那个很透明的 balanced 声音很好听的 musical musicality 好听的 好听程度非常高的 那么和它对应的就有很多了 不太好的blanket 被遮住的boxy 让你在一个盒子里面去听音乐 tubby 躺在浴缸底下听音乐 muddy 像泥把水一样的音乐 还有blur的 浑霄的 物理 毛里毛潮 很多毛塞进来的 bumi 就是那种低频会被放的 强化了低频 但是把低频给弄糊了的那种耳机 相对应的就是很多了 但是airry 是通常是开放式耳机 能够做到这种水准 分闭式耳机 因为它是分主的 它为了隔音 分闭式耳机 就是耳机上面有壳子 能够让你欣赏音乐的时候 不干扰别人 因为你的音乐不会透出去 那么同样的环境操音也不会透过来 也会被过滤掉 所以airry一般是开放式耳机 能够得到的一个特点 它对应的就非常多了 一大堆不太好的耳机 都会 让你把音箱遮在毯子里面让你听 这样的音乐会好听吗 当然airry的话 有可能它是放出比较亮的声音 通常是比较干净的声音 比较通透的声音 因此它常常是 Bricy 透气的 Clear 清晰的 Clarity 非常直白的 等等 这是一种比较好听的耳机 OK 我们讲了一个描述耳机的声音 airry 通透透 透气 好 这一个词汇的描述就到这里吧 谢谢收听 谢谢观赏 谢谢欣赏 谢谢 拜拜 拜拜